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节目前做几个广告啊 一个是1月27 28号 咱们去武汉的中山舰博物馆和辛亥革命博物馆 这是一场海军史和近代史之行 那这段历史呢 也和我另一个广告 就是最近上了一款付费节目 碧海黄龙 近代中国海军联系上 如果说你想这个了解关于近代海军更多的东西 那就从这中山舰博物馆和辛亥革命博物馆这儿 获得补充这两个广告可以说是相补相成 互为鸡脚之士 欢迎各位前来捧场 在此先行谢过 那话说呀 中国古代有很多祥瑞天象 这些天象无一例外都是为政治服务 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一小撮人对这些事件加以解释 让那一小撮人获得更多的利益 在西汉末年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凶象 然而统治者对这些意象加以解释 最后是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根据史书记载 公元前三年汉埃帝建平四年 这对于汉朝来说是个大灾之年 前一年冬天刚刚发生了地震 到了第二年正月刚过又闹了汉灾 百姓衣不避体流离失所 然而就在这时候天体运动也来给大家添堵 在这一年的正月出现了日食 在那时候人们看来这都是大灾来临的征兆啊 这种巨大的压力终于是压垮了民众脆弱的神经 在这一年正月到三月期间 关东的百姓突然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 手持一个庄家地里边的金杆拿着这个东西相互传递 说这是行西王母照仇啊 西王母说了传递佩戴这东西的 你就可以不死 信我者斗永生 你与江河同寿啊 不信的话西王母很生气 分分钟让你减一秒 这些人呢就浩浩荡荡蹬向长安 并在晚上高搭法台 点燃篝火向西王母祈祷 这场闹剧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 等到当年夏天才渐渐平息 那西王母是谁呢 按照上古传说 天地出始之时 烟气和阳气混聚一起产生了两位大神 一个是东王宫 一个是西王母 西王母啊是负责掌管天下女仙的大神 和东王宫定期开会 根据仙人们的修行程度啊 品行道行 决定天下仙人的班位作次 此外他还掌管这项神物 就是潘桃 号称是长生不老的水果 这位能让人长生不老的女神呢 他来过东方大地 话说周穆王 周朝周穆王 有一个巴基马拉的马车 号称是能日行千里 他坐这辆车西游昆仑 给西王母送上了价值不菲的礼物 得以在瑶池的宫殿中 过了三天 估计啊 这西王母啊 也看出了周穆王 所以才会不断的诱惑周穆王 跟他说 放弃人间权威吧 跟我一起修炼 一起在天上做一对神仙眷侣 但可惜的是周穆王明显是眷恋人间 大于眷恋女神 而且拿着人间帝王的使命啊 来搪塞西王母 说我呀 是人间帝王 我的任务是治理百姓 让他们安居乐业 所以你给我三天时间 等我完成工作之后 再回来和你共修仙道 西王母呢 虽然是一介女神 但是面对男人的时候啊 这真是和小女人没什么区别 所以他就答应了周穆王啊 等他三年 但是三年之后呢 这周穆王终究是没有再去昆仑山 可西王母等不得了 你不来 我还不能去吗 所以为了再去见这个复兴男子 西王母 抛下女神的自尊 去了周朝啊 就问 这个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双修啊 周穆王在宫廷里呢 虽然是设宴款待了西王母 但是他没有提及 要和他一起修仙的事情 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啊 感情受到了伤害啊 所以西王母率领众女仙 回到了昆仑 始终就郁郁寡欢 这是个神话故事 汉朝人对此深信不疑 汉景帝的时候 淮南王六安所写的淮南子一书中 还提到 一请不死之要于西王母 汉武帝派张仙出使西域 除台面上 怎么政治啊 军事啊 这些理由 也暗藏着寻找西王母 寻求这个长生不老药的隐秘动机 在东汉时候呢 还有关于汉武帝求仙的传说 说他坐车见到了西王母 西王母邀请他共赴潘桃宴 奖励他勤政为民 后边他好大喜功 对外征战 这王母就再也没有邀请过他啊 就修多少王母庙都没用 从今天出土的汉代文物当中 经常就会看到一些 生仙题材的神秘元素 经常看到的图案就是什么西王母和玉兔 西王母和神药仙草等等 还有什么仙人不知老的名文 其实涵盖的就是西王母的这种长生不老信仰 在汉哀帝年间 这一场以西王母仇为名的群众运动 今天啊 咱来看的话 更像是那种诅咒短信的古代版 接到这西王母仇要转发给几个人 你转发 你转发时候你尝受 你不转发 你出门背车撞子 是这样 然后这一传三 三传九 链式反应病毒传播 等到传播量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 就会引发爆炸式的传播 引发大众的恐慌 使得大众甭管信和不信 都只能是按照要求去做 不敢不做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传播事件 你像什么非典时期 吃绿豆放鞭炮 这个传言 加上这几年不也有什么煮大蒜水 然后吃某些土方的中药的这个传闻吗 其实本质上啊 都和西王母仇类似 那西王母仇这事啊 看起来不复杂 然而庙堂之上的官员们 却费尽心思的把他复杂化 先是仪灵侯啊 西夫公 他将此事视为是上天事情 并且借助星象之术啊 认为他呀 是招显了边关要发生战乱 所以他上表申请拜傅燕为大司马 魏将军让他去领兵作战 傅燕是汉埃帝祖母 傅太后的弟弟 属于是傅氏外戚一党 当年傅燕就是正在和汉埃帝的宠臣 兼爱人就是断袖之痞的制造者董贤 俩人争拳夺利呢 所以傅燕一党的人借口边关要生事 给傅燕集中更多的兵权 可要拜将那天呢 天上又出现了日食的凶兆 所以董贤就赶紧进言 说这个是上天看不惯傅燕的专横跋扈 还有西夫公的胡说八道 汉埃帝赶紧把赵令撤回 并将西夫公贬官赶回老家 这事儿才算告一段落 那既然傅太后一党对西王母仇解释的不对 那应该怎么解释呢 不久之后就有官员杜叶上奏折 他说西王母是女性 掌管很多重要的事物 还逼迫民众把她的话当真理 这是什么呢 这是暗讽傅太后专权过重 望皇帝三思 杜叶属于另一股外戚势力 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军王太后一党 他吸取了西夫公的教训 不着急让皇帝提拔什么王室集团的人 只要打压傅氏集团的人就可以了 而这一招确实好用 傅燕是再也没有得到任命重要职务的机会 傅太后也在两年之后郁郁而终 在傅太后去世的当年 汉埃帝也驾崩了 汉平帝继位 这个时候在西汉政坛上 再也没有了能限制王室集团的势力 此时王室集团的负责人 大司法王莽 给西王母仇一新的解释 他说王政军王太后就是西王母下凡 所以西王母仇 这是汉朝复兴之兆 你们也是都信我 信我得永生 不信我生病捡一秒 这是复兴之兆的 王室一家子 也是复兴大汉的骨公之臣 几年之后 王莽顺理成章的篡夺权位 毕竟都是西王母一家子的人 当个皇帝他有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自打董仲书提出天人感应开始 灾疫论在汉朝官场上就极为流行 君主大臣往往会因为灾疫来调整政策 或者是个人的政治行动 也经常会利用这种灾疫进行政治斗争 同样一件事情 他们总能解释到他们自己想解释的方向 王室集团利用西王母赵筹 成功上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历史书里边说 天人感应能约束君主的个人行为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只要他们想解释 哪怕是真的天降洪水天降陨石天下大乱 他们也会通过一番解释 然后证明这是自己的大营特营 好了 那么关于这西王母酬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好 谢谢大家